歡迎您收看頭髮心想 我是安又齊 疫情降為二級警戒之後 疫苗覆蓋率是一路往上衝 尤其是國產的高端疫苗 被納入公費施打的項目之後 現在也立即圈粉 在短短不到24小時之內 就已經有將近50萬人 都搶著要登記來施打 不過就在這個時候 國民黨卻質疑 我國打算要買高端疫苗 去援助其他的國家 這個是有圖利之嫌 藍一說民進黨為什麼要買高端 去支援其他國家 這個到底跟高端之間的利益有多深 這樣講到底公平嗎 更可笑的是 蔡英文總統宣布 他已經去登記要施打高端疫苗了 然後國民黨現在又說 不要政治凌駕科學 可是之前蔡總統還沒宣布的時候 國民黨不是一路嚷嚷嗎 蔡總統不是說守備要留給國產疫苗嗎 真的敢去打嗎 現在守備真的留給國產疫苗啦 國民黨現在又有話說 那到底是要怎樣啊 好另外呢 在這個奧運的部分呢 我國的舉重女神郭信淳拿到了金牌之後 中國竟然厚言無恥的 把這一面金牌算到中國的金牌數裡面 更誇張的是中國很多項目拿不到金牌 就輸不起到處去征戰其他國家的選手 這下子這種卑劣的行為 已經讓其他國家深深感受 這個國際消化實在是鬧大了 另外在賽程的部分呢 一大早開始從戴智翼輕輕鬆鬆25分鐘就把對方解決掉 這個晉級八強之後呢 今天呢一整個這個下午到晚上呢 也陸陸續續的有好消息傳來喔 不過呢我們今天也要來看一下喔 這個戴智翼的晉級八強之後喔 有網友盤點了一下 未來呢這八強他可能遇到的三位選手 不過呢一看這三位選手喔 其實呢也都蠻厲害的喔 所以對戴智翼來說 可能每一場都會是硬仗喔 那這到底是哪三位選手呢 而今天登場的金牌大熱門 台灣接下來值得期待的選手又有哪幾位呢 好先為你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自治美舔丁學偉 各位大家好 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林廷輝老師 大家好 政治評論員李正浩 大家好 人家文本作家周瑋航 大家好 好還是先來關心喔 這個台灣降為二級警戒之後呢 後續有哪些的問題需要注意喔 現在很多人都很開心喔 尤其是一些南部的朋友說 終於可以在外面吃飯了 而且南部現在呢 要馬上集起直追拼內需了 不過呢台北市長柯文哲呢 因為現在呢還有一些 這個地方非常的這個保守不敢解封啊 所以呢這個柯文哲說 反正呢生命會自找出路嘛 真的嗎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像在這個高雄跟台南 很多地方都可以拿下這個口罩吃飯了 像高雄的百貨美食街啦 就湧入了這個用餐的人潮 而且呢警戒降為二級之後 我們來盤點一下 包括了台中台南高雄等這些縣市呢 大概都宣布有條件的可以開放內用了 可是雙北地區呢 這個部分呢依舊是禁止的哈 那台北市長柯文哲怎麼說呢 說其他很焦慮呀 為什麼呢 他說最焦慮的就是要開始解封了 等於呢現在呢是摸著石頭過河 也不知道解封要控制到什麼程度 才安全 還說呢 從疫情爆發之後 一開始是50歲以上的這個確診者 佔過超過了這個七成 但是從上個禮拜開始呢 50歲以上的確診者呢 現在只佔不到35% 疾病呢已經開始往年輕人移動了啊 但是講到年輕人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啊 他們現在是不是醫生的壓力最大 因為如果照柯文哲所說的 燃疫者現在已經轉為年輕化了 疫情還要搶走他們的飯碗 現在大家正在打拼的時候啊 所以衣服會的執行長王碧盛就說了 大家都在擔心解封後會怎麼樣 疫情會不會再起 但是不妨先想 不解封會怎麼樣吧 好那我們就來看 有這個最新的統計數字出來了 三級警戒長達73天 我們付出了什麼代價呢 就是呢 超過了3000家的這個企業放無薪假 好這個數字創新高 還有失業人數也暴增到了57萬人啊 失業率呢 已經創下了10年來的最高數字了 所以呢為了要這個拼現在這個稍微降級之後拼經濟 政府是不是真的要發5倍的振興券了呢 好這個消息傳出來之後呢 民進黨立委呢 甚至還有人喊出 應該加碼到10倍券6倍券啊 好為什麼會這樣呢 可見地方壓力有多大哦 但是呢台北市長柯文哲卻說 不要幻想世界會回復過去那樣 不如乾脆趁機進行產業轉型 Life finds the way 就是生命會自找出路 但是不是所有的產業都可以馬上轉型的好嗎 何況小商家哦 好另外呢 這個呃就在這個降級之後呢 我們現在一路的也在拼我們的這個覆蓋率哦 現在國際國產的疫苗都陸續到貨了 覆蓋率的現在也要上衝到三成了 可是民眾黨的立委蔡壁如說 中央這個疫苗規劃錯誤 忽視了將近400萬人要登記打莫德納的需求 還堅持前面四周指打AZ 導致大拼莫德納疫苗即將失效 他說全島一命就該一人一劑 不是為特定類別注射第二劑的疫苗好嗎 但是民進黨立委王定宇說呢不用擔心 因為像這個禮拜呢 就包括了AZ跟莫德納疫苗 總共會有超過150萬劑這個到貨台灣了 而且呢未來會分大概兩三班的這個飛機過來 好這個150萬劑當中58萬劑的AZ呢 昨天就已經到了 那據說呢未來的每個禮拜的可能都會有疫苗到貨 大家當然很期待啊 那另外呢 國產疫苗高端也已經加入了這個施打的行列 而且呢你看啊 這個高端的才剛剛這個登場 馬上就圈粉了啊 這 截至我們目前為止呢 其實呢已經不是43.1 截至目前為止 大概已經有50萬人都搶著登記 要接種高端疫苗啊 好那至於蔡英文總統呢 之前這個藍營不是一直追問嗎 不是說手臂要讓給國產敢打嗎 好 蔡總統宣佈 他已經預約了高端疫苗 而副總統賴清德則是去接種聯亞 夠公平吧 好但是呢我們還看到 國民黨呢卻 拋出了這一份外交部的這個電報 內容說什麼呢 這個國民黨主席張啟臣說 說呢這個 我們我國現在打算呢 要把這個國產的高端疫苗呢 送給其他需要的國家來源外 但是呢這個國民黨主席張啟臣卻說 我國一方面請國際朋友送國際認證的疫苗 另一方面要把國產疫苗買起來送給友方 這難免讓人懷疑民進黨要買高端 到底利益有多深啊 而對於蔡總統要預約高端這件事情呢 張啟臣也說 政治不應凌駕科學 啊之前不是一直說 蔡總統怎麼還不宣布要這個預約高端嗎 好而且呢張啟臣還說如果撤掉高端EUA 再進行第三期人體實驗 我索備就讓給他打壓 好就這個請教他這個學委啦 你怎麼看這個國民黨的說法 還有目前為止呢 因為這個看起來我們剛剛提到了 包括了無薪假的這個企業加速 還包括了這個失業率喔 所以呢政府現在呢有傳出消息說 可能要發這個振興券 以前我們講三倍券 這次還要加碼到五倍券 你怎麼看 我們一直講到說 三期警戒七十三天對不對 那可是你知道嗎 付出的經濟代價有多大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失業人口是五十七萬多人 這個是創十年來新高 失業率創十年來新高 而且放服無薪假的人數是四萬四千九百七十三人 那你說那個什麼 無薪的那個加速有沒有 暫停關閉的加速的話 現在三千六百七十九家 這個都是史無前例已經最高的狀況 所以王必勝他強調說大家都要擔心說解封後會怎麼樣 要想一想說如果不解封會怎麼樣 所以現在在一個天平的情況之下 所以你到底疫情兼顧還是說你的經濟發展兼顧 這兩個天平的話 當然專家有一個考量的結果嘛 我剛剛一直強調說我們現在疫情已經開始趨於穩定 已經沒有那麼多不明的傳染個案 所以這個時候適度解封是政府應該做的啦 那可是我講說現在我們講說是不是行政院要發一個五倍券 那柯文哲當然有意見啦 他出來講說振興券要有一個政策引導作用 而且時間不能拉帶長 這個我也同意 可是他主張說什麼發什麼一百倍券 那真是真是假說的你知道嗎 一百倍券 你今天我是常常講說他講話真的是前半段你聽起來都很有道理對不對 後半段假說的 你說那麼多是要做什麼 一百倍券你先把錢拿出來給我看看 一百倍券如果一個五千塊的話那你要發多少錢 對不對 所以你基本上在賺小的嘛對不對 那我們覺得說你現在發 他講的政策 我現在把他講的話引用來講 我再解釋一下 所謂政策引導作用就是說我這個政策券發下去之後 我是不是可以振興所有的產業 那當然你要涵蓋所有面面巨大 那是不可能嘛 所以他講說我們這個政策引導作用就是希望說 有些企業能夠趁這個機會能夠轉型啊 做其他的東西好這個我同意 那接下來說你現在發現金還是要發什麼東西 他講話也是邏輯 我就覺得說柯文哲你講話可不可以從頭到尾邏輯一致 他講說我們之前發那個振興券有沒有 光是紙本印刷就花了23億 就不含人力成本對不對 那你告訴我說你現在要不要發振興券 還是說你要發什麼消費券 還是發什麼現金券 這個都是一樣 可是你就不能發現金啊 現金很多人那時候就講說會去存起來 也不會花啊 對啊 因為我跟你講說你除了說政策引導作用之外 你時間不能拉太長嘛 我這個錢搬下去之後你要在短時間之內 你要把它花完 真的拿下去花 這個經濟才能夠振興起來啊 對不對 你如果發現金我今天回去 有的人說我沒什麼差對不對 我錢可以把它省起來了 我儲蓄啊 我等到有空之後買房子買什麼東西我再來用啊 那個錢就沒有達到那個振興效果嘛 所以就跟你講說你看柯文哲講的 那你到底現在說你又提出來說什麼 紙本印刷花了那麼多錢 那你現在那你告訴我你要發現金 還是要發現金券 對啊 這個也不要 那個也不要 對 你要提出一個正常的一個說法 一個正常的一個想法嘛對不對 好啦 那我們再講回來好了 現在台灣現在昨天開始 開始預約意願登記的話 開放了國產疫苗 我就講說那個何美鄉教授他就講說 其實會想要打那個高端疫苗的人 他有幾種特性 一個當然是說除了個人的體質之外 因為他有健康疑慮嘛對不對 那第二個就是說他有科學跟科技背景 因為我說實在話 你今天一直在攻擊那個 那種台灣的那種什麼 高端疫苗 國產疫苗 說他是用什麼刺蛋白 蛋白質刺質來做的這個東西 什麼效果不好怎麼樣 我說你沒煮你怎麼知道效果不好 真的對不對 你整天在說那有的沒有的 我跟你講 其實國際疫苗現在有沒有效 目前看起來是有效對不對 可是未來對於變種病毒 它的保護力到底多少的時候 這個還是要深入的研究 更何況我告訴你很多疫苗 包括現在的腺病毒 製體或者mRNA 這是新創技術的平台 你還不知道說他的副作用什麼時候會出來 到底有什麼副作用 你也完全沒有辦法掌握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為什麼何美香教授他會講說 有科學跟科技背景的人 他就寧願選擇高端疫苗 國產疫苗 為什麼 因為他是傳統的疫苗科技嘛 煮下去沒白黑啊對不對 所以這個才是一個重點啊 好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還有些人打高端選擇高端 是因為他對 個人對本獨的支持 對不對 就像我 我也是選擇高端啊對不對 我就跟你說 我就整個機會都沒辦法去煮 我就是要等高端啊 不然你是把他加了對不對 我就是挺國產嘛 這個不是說什麼 意識形態或什麼任何問題 很多人把這種疫苗的東西 用意識形態 用藍綠的色彩去看它的話 你就喪失了一個科學本質嘛 你打高端是義和團喔 不是義和團 我怎麼這麼說 我煮下去煩鞋真的刀槍不入 你也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不需要去講 這個純粹就是說 我們國產疫苗 就是一個國家的一個戰備需求嘛對不對 我跟你說你這個疫苗煮下去 你如果要看這個 每年你都要去煮打疫苗啊 對不對 你煮看看有效不效 有效我這樣 不然每年都煮國產而已 對不對 我也要等其他的什麼 其他外國什麼BNT要買的那麼辛苦 一直爭吵找一些有的沒有的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是我個人的一種判斷 那你當然你現在有疫苗 你如果覺得沒關係 你為了要覆蓋率 你為了要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那就趕快去打啊 我也沒有意見啊對不對 不過先問一下 他這個尾航啦 當然這個打疫苗 大家都很在意嘛 那已經打過的想打第二劑 還沒打的想打到第一劑 那現在呢蔡碧弩就針對說 這個前三類可能要打第二劑 可見的他是針對這個下去打 他說全島移民就該一人一劑 不是為特定的類別 去注射第二劑的這個疫苗啦 那當然呢這個民藝黨方面是說 也許未來如果狀況好的話 可能每個禮拜都可以有疫苗進來 其實是不用擔心的 再加上呢現在高端呢 很多人不是講說你敢打嗎 那個打高端疫苗打高義和團啊 就將近50萬人到目前為止 都是已經去登記要接種 這個高端疫苗了 可是呢未來呢高端疫苗 我們看到的就是這一份 這個外交部的這個電報 未來我們的高端疫苗 可能可以變成援助其他國家的 這些這個物資啊 但是呢國民黨認為說 這個有鬼 可見的這裡面利益很深 除了你怎麼看這個之外 那當然呢這個王必勝 講了一句話我覺得對 他說大家都在擔心解封會怎麼樣 疫情會不會摘起來 為什麼不想一想 不解封會怎麼樣 你怎麼看 好的那我必須 我先講王必勝 他這個其實概念很簡單 你現在覺得說繼續封 因為還有個案 那個就是講白點 你就是過太爽了 你的生活不會受到這個 所謂防疫措施的影響 所以你還可以繼續封嘛 每天在家裡繼續看 看奧運很happy啊 隨時可以打電話訂吃的 為什麼你有錢 你的收入穩定 你可能是月薪的 甚至是收租的 你都不管你的那些 房客的死活啊 你的收租的出境一樣 你當然可以認為 就給他封到底 封到完全一個病例都沒有 但是食物上我們社會人 白白款嘛 有些人就是要在外面 這個拼一口飯吃啦 講白一點都是他沒有出去就沒有飯吃 所以為了要讓大家 這個在某種程度上 可以逐步恢復經濟活動 我們也不是一開所有大家口罩拿掉 捷運馬上變成一百萬人 也不是這樣子搞嘛 所以逐步開放 這個我覺得實際上 當然就科學觀測嘛 那當然就我了解 衛福部他是有設一個容許值 就是大概要到什麼程度 我們可能會重回三級 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 離非常遠 現有的個案數 離衛福部新中設定那個標準 非常的遠 所以大家不用特別擔心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去過活 你要慢慢去恢復各行各業運作 其實這個都不會影響到啦 真的不要壓力太大 不要看到路上車子變多了 開始塞車了 感覺那個個案會多一千個 沒有這種事啦 請大家不要過度擔憂 回到蔡壁如講了這個 台灣我必須要強調 我有問過這個相關的防疫專家 以及指揮中心人 我們採取的策略本來就是 先把第一劑鋪滿 這是全世界警戒的策略 我有問過這個相關的防疫專家 以及指揮中心人 我們採取的策略本來就是 先把第一劑鋪滿 這是全世界警戒的策略 絕大多數的國家都會在約要打 第二劑的比如說四週或八週 就把劑量截下來 你想打都打不到 回去先打那些已經打過 第一劑的人的第二劑 這都造成這些國家在這個 第一劑覆蓋率上面 他拉的速度沒那麼快 當然他的第二劑的所謂 完全施打的那些人的量就會比較多 那相對來說 台灣過去也被質疑 說完成兩劑施打的人太少 所以政府今天宣布 莫德納可以開始進行第二劑的登記 然後該施打的可以去施打 其實原則上 也是要把這個第二劑施打力 某種程度要補上來 因為我們第二劑施打力真的太低了 他現在只有幾十萬人有打而已 跟我們已經有七百萬人打第一劑 規模完全不能比 所以我們國家本來就已經在朝 蔡壁爐這個方向做 好 那當然蔡壁爐講說 還有剩七萬劑 不然就甘先一下好不好 昨天都剩五萬劑了 今天大概剩三萬多吧 對 就很快就可以打完了 每天都在打一萬多劑的莫德納 他就是可以把它消耗掉嘛 那實際上是有些縣市都已經消耗掉了 那你去問台北市政府 為什麼消耗不掉嘛 你的那些該施打的 為什麼不趕快施打 講白一點都是這樣子 其實就是卡在七類 現在部會都已經把原本卡住的那些量 移過來了 所以就是 你去查那個政府公告 就是所謂部會的那些流存在 寄存在各地的 全部都是零零零零零零零 已經完全是各地政府在調度 可以用這些集齊的莫德納 趕快去施打你的七類 還有一到三類的第二劑 所以這根本不是問題 還在炒這七萬 就是在玩弄假議題的 他故意就是要提款講白一點 跟百姓說你看還有七萬喔 政府不讓你們打多壞 他其實心中就是要炒作這一個 他不是要去談真正的政策 那未來就是這個高端的部分 那我認為這個不會那麼快 那甚至是講到原話 今天這樣幾次 那國民黨哇喜氣洋洋 好像截到了什麼 民進黨政府發出的神秘電報 立刻拿出來秀你看你看 他們要拿這個疫苗去給友邦 我們現在自己 然後說生吃都不夠了 怎麼曬乾 就是我們自己人的需求都沒有 沒辦法滿足但是我要強調 有些友邦是有在主動爭取的 像巴拉圭 他們就有主動在爭取高端 他也有甚至三期要在那邊做 所以原則上來講 友邦有需求他自然會來跟我們要 那我們就提供給他 就是這麼簡單 那他信任的話到底關你啥事 你國民黨又很科學嗎 拜託 如果國民黨很科學 江啟臣就不會講出什麼 在進行三期人體實驗 我的手臂給他做實驗 台灣現在科學上就是不可能做三期 現在你的手臂可能還輪不到 就有五十萬人登記好嗎 不然他也可以立刻搬去巴拉圭 我們就是把他遣送巴拉圭 他就可以在那邊做實驗 我們現在第一個案數不夠 確診數太少了 我們現在又把疫情壓下來 他沒有做實驗的環境 就是你打高端打安序或是打一個對比的疫苗 打安序是要比什麼 就沒有疫情啊 那國民黨會談這個議題 什麼我的手臂給他看看 你看你看我都敢打 那一大堆民進黨都不敢打 其實都是 你要打你就直接登記 時間到了就去打 就這麼簡單 那那江啟臣現在有點急 就我們來看 因為今天國民黨有宣布 正式要重啟主席選舉 他的無限言論講公之旅 差不多也要告一個段落 那他接下來會不會繼續去打這個議題 我本人是很懷疑的 因為實質上 我們接下來預料到了一個現實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疫苗施打速度太快了 大家太過踴躍 所以在下個禮拜 甚至在這個禮拜天 我們的AZ就可能會出現暫時性的斷貨 因為大家在強打AZ 這是兩個禮拜前 國民黨在質疑AZ的時候 會想到的事情嗎 絕對想不到的 所以你現在去質疑高端 兩個禮拜後 你還會用同樣的態度質疑高端嗎 我覺得是很難講的 問一下這個亭輝 問一下國際專家 怎麼看 這個 因為我們是擔憂說 這個友邦會受到中國勒索 我們自己深受其苦 我們知道嗎 那現在我們有自己的這個國產疫苗 而且你們一開始就唱說這個很爛 然後現在知道是別的國家很想要 然後我們現在援助別的國家 然後這個江啟臣說 我覺得民進黨應該在裡面有很深的這個利益 這個廷輝你怎麼看這樣的一件事情啊 這我昨天看到國民黨在開這個記者會 然後好像 非常見面欣喜的 拿到這份外交部的電報的時候 感覺好像撿到槍的意思啊 第一個我要講的就上面是密的概念 也就是說這是已經被核定的 是一個密集的電報 那根據國家機密保護法來講的話 事實上你洩漏這個東西出來的話 當然是有法律上的責任 不過我先撇開這個法律上的責任不談 我先來處理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這不是更加證明 民進黨政府有在做事情嗎 也就是說你知道一般來講 各國的外交部門都是協助的 把自己的廠商推廣到國際社會去 然後巴不得自己的廠商 他們都要國際社會去進行投資嘛 你看馬英九當政的時候 當時不是把那個宏達電 然後弄到索羅門去 這個可以打手機 然後把那個什麼納智捷 就玉龍的納智捷 弄到這個吉利巴斯去 然後這些做法都在做什麼事情 把自己的國內的重要品牌 行銷到國際社會上去嘛 那高端就是我們生技產業當中 目前在對抗所謂的新冠肺炎 甚至於未來變種病毒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生技產業 那你今天就在進行外交部的牽線 然後去我們的這些友邦 我們這次發文出去是九個邦交國嘛 那發文到邦有邦有沒有意願 而且不是強迫人家嘛 是有意願來跟我們進行合作啊 那這時候國民黨其實更加證明 這個民進黨政府正在做一件事情 國民黨說外交部現在是怎樣 是高端的國際行銷單位嗎 本來就是一個應該要替台灣廠商 進行一個行銷啦 其實各國的外交部門都在做這些事情 我的意思是說他們完全搞錯一個方向 認為說幫什麼這個行銷 就是土地廠商 這等等沒有這回事的 其實各國的外交部門就在做這些事情 而這個正當性本來就有的 那我還要感謝說這個國民黨 去證明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這樣講啊 就是說其實高端如果要在國內 做第三期的這個檢測 沒有機會的他必須要到所謂的 遭到所謂的新冠肺炎 受到嚴重汙染的這些國家呢 去進行這個第三期的一個試驗嘛 那這時候你看嘛 兩國之間 從台灣跟這個所謂的巴拉圭之間 不是又簽訂醫療合作方面的協定之後 再由這個高端進入到這個所謂的巴拉圭境內 去做這樣實驗 你以為說高端可以到哪一個國家去 就可以到哪個國家去做實驗了 不可能的事情嘛 他一定要是由政府部門 先搭一個平台出來之後 再由我們的廠商到那個地方去 進行第三期的實驗 因為這個如果實驗不好的話 有可能會出人命 那出人命的話怎麼辦呢 這個基本上當地政府有一些規範要處理的嘛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國民黨感覺就是說 好像撿到槍 但事實上他撿到並不是槍 他撿到是別人家的大炮 也就是說幫助其他 比其他另外一個政黨又在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說國民黨為什麼連打仗都不會打 而且我想來聽一點 以前不就是因為口罩捐給別的國家 我們現在才有疫苗那麼多 人家捐給我們疫苗啊 沒錯 那今天巴拉圭他以後怎麼辦呢 就是說巴拉圭現在有這個所謂的做第三期的以後呢 這個高端疫苗呢 未來是不是有所謂的第三期的一些相關的數據了 那這時候呢 如果是在面對所謂的變種病毒的情況之下 高端也有辦法去進行這樣的應付了 那這個高端疫苗不就是比中國科興疫苗 或是比中國國藥疫苗還要棒的一個東西嗎 那未來這個我們邦交國之間以後就不需要去拿什麼中國科興疫苗 直接拿我們高端疫苗就好了啊 除了把鞏固我們邦交之外 那替臺灣廠商賺錢有什麼不對 你這個今天所謂什麼叫土力廠商你知道意思嗎 土力廠商指的就是說這不應該拿到的 結果呢或者是說這個過程不應該有的 你去做一個動作做一個這個動作 它造成這些廠商土力了 但是你今天不是嘛 你今天是把廠商的利益推廣到國際社會上去啊 讓他們去做生意啊 所以你看到每一個每次這個拜登出發的時候 或是哪一個總統出發的時候 不是說帶著大批的所謂商務團出去嗎 對 然後拜登這個之前川普上台的時候 還告訴這個說國務院說你們去幫忙賣武器 那你說這些是土力廠商 土力洛克希馬納丁 或是土力什麼一些什麼雷神等等之類的 不是 這本來就是一個外交部門應該做的事情啊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真的搞錯方向了 我覺得他本身來講這個這個戰場上 如果才這樣打下去的話 只能這個窮路逼現 你看到這個什麼 國民黨他認為說 外交就是打小白球 然後喝紅酒嗎 不是嘛 外交部門本來就是把自己的廠商 帶出去到海外去進行投資 而高端這些事情 我覺得恰到好處的原因是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邦交國了才有所謂的去做三期的 這樣的一個環境存在 那做完之後呢 到時候是不是真的可以媲美歐美相關的疫苗呢 這個才是我們看到高端未來發展性的這個概念 所以國民黨真的不要再亂了 我覺得你亂到這裡就好了 因為你再接下去來講 讓國民人看到你所有東西 全部都是對這個專業來講 或是對外交行業來講的話 你完全是不在行的 就像蔡總統去 之前不是說手臂讓國產嗎 你趕快預約 你預約了沒啊 你敢打嗎 現在蔡總統預約了 政治凌駕科學 什麼都有話講 對 所以你看到江啟成 他又說他的手臂要留給什麼第三級之類 問題是人家給EUA 本來就是因為面對新冠肺炎 這沒辦法的事情 所以才給EUA嘛 那你今天如果說你真的真的想打的話 你今天上網去預約嘛 你江啟成就秀出這個預約 這個高端的疫苗出來 力挺國產嘛 而且更何況你這個自己的黨籍立委 蔣萬安不是也講過力挺這個國產疫苗嘛 所以我就說國民黨自己內部一船亂了 然後拿了一些不該拿到的資料 但是我覺得這東西還是要追究 因為外交部裡面顯然是有人 把這些國家機密洩漏出來 而另外一個問題就說 這個密絕對不是對台灣 這個進行這個密件處理的 這個密主要是針對中國大陸又來干擾嘛 你中國大陸又如果在我們跟巴拉圭之間 談合作的過程當中 然後他拿到這些電報之後 就知道怎麼去跟巴拉圭談的情況之下 從中間切斷 那我們高端如果要去做這些事情的話 不就是受到中國大陸的影響破壞了嗎 那這個密是對外的不是對內的 所以你要搞清楚 這個因為外交部的電報發出去 都是對外的 並沒有在對內的這個行使公文 你對內行使公文 你可以到各個其他部會去查 衛福部去查 看有沒有相關的公文 不可能的事情嘛 你這個東西本來就在談合作 本來就在談醫療合作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真的是 別真的不要再亂了 不過問一下這個證號啦 剛才我們提到說 在這個解封之後 當然有不少人其實會擔心說 會不會這個疫情再起啦 可是呢王碧正說 大家應該想一想 不解封會怎麼樣 那我們也帶大家看到了 這個無薪價現在有3000多家 失業率10年來最高 但是呢 柯文哲妙了 柯文哲說 擔心這幹嘛呢 生命會至少出路啊 可是呢 再講到這個 五倍增心券可能要來了 當然這個民進黨立委 已經喊說 應該是六倍券 十倍券 可見地方價率是多麼的大 但是柯文哲又很好笑了 我要100倍 那是可以這樣喊價的嗎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然後另外就是說 這個 我們要把這個國產疫苗 援助友邦的這一件事情 那這個國民黨質疑說 民進黨在裡面一定有 這個很深的獲利 那當然民進黨也回說 那是因為國民黨 以前都只懂得金錢外交啊 你怎麼看 我覺得一個個來看 第一個談解封跟降級 我覺得解封跟降級是很科學 就討論兩件事 一件事 有沒有解封跟降級的條件 第二件事有沒有解封跟降級的需要 我覺得這很清楚嘛 如果今天沒有解封降級的需要的話 那抱歉永遠封下去 封一千年封一萬年 大家沒差嘛 這兩件事要並存來討論 我認為討論這個議題才有意義 我現在看到每一個政政物 尤其是包含柯文哲跟侯友怡 他們沒有用有沒有降級的條件 來說服大家 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 我們二級升三級條件是什麼 十例不明感染源 我每一天跟大家講 今天七月二十八對不對 我們現在根本不看到幾例 我們看的是有幾例是未知感染源 這才是重點對不對 他談的是隱藏病例嘛 今天是兩例未知的 昨天五例未知 前天兩例再往前哦 兩例八例五例六例七例五例 這個統計從七月二十三號到七月二十八號 九天台灣穩定在實力不明感染源以內 而且向下趨勢 之前還有七八 現在這幾天都是二或三或五 所以說其實整個台灣疫情 是處於可以控制的狀況之下的時候 有沒有解封的條件 當然有嘛 這件事情很清楚 二級升三級是實力不明感染源 但我三級回二級是什麼 也是實力不明感染源嘛 條件的規格已經達到 再來講有沒有解封的需求 我每次談到這議題 我都用一句話來告訴柯文哲 或是侯友宜市長 未經他人苦 莫勸他人善啊 很多人都說沒有問題啊 你就在家多待兩個禮拜啊等等 一堆商家 他的現金流是不斷在噴血的 真的哦 不斷在流錢的 那些人租金十五萬 請三個員工 一個員工三萬 就再加九萬 每個月二十四萬最基本 然後呢那些料放在冰箱放到爛掉 可能是十萬二十萬的料 放在冰箱放兩多月放到爛掉 這東西有沒有補助啊 沒有耶 大家有沒有願意也沒有哦 你要看看西方世界哦 西方世界包含美國 他為了解封是拿槍衝到州政府 還記得嗎 我們之前都有報訪過 我們台灣 過去兩個半月七十幾天 非常非常的守法 而且支持政府的決定 我們待在家裡 所有的包含解封清理條例 我們大家自己忍 但現在政府這樣覺得 你地方這麼憑什麼說不可以 第二件事 你剛剛統計說啊 勞 勞委會 勞動部統計了嘛 七十三天 七十三天這三級裡面 有五十七萬人失業 跟三千六百七十九家的無薪假 對不對 你信這個數字哦 三千六百七十九家無薪假 是我有通報的 誰跟你通報無薪假 現在多的是我們坐在這裡 不然你在家裡先休息一下 反正也沒事 沒有通報 那還要做稍聚規模的 那才有所謂勞健保 才會統計出五十七萬人失業 對 真正的數字是這個的好幾倍以上嘛 那這個五十七萬人失業 我們算兩倍 那就是一百多萬人失業 一百多萬人失業 你要算一百多萬個家庭 而且有些東西是什麼 一去了就回不來 什麼叫一去就回不來 某某餐飲業倒了 請問解封之後 這個餐飲業會說 欸那我重新開張 然後員工全會回來嗎 那種少哦 沒有 這是我們講的結構性失業 所以說現在整個社會狀況是 有解封的條件 而且也有解封的需求 可是問題是 雙北市的市長 你認為一個有肩膀的領導人 是我持續封下去 還是告訴我的市民 沒關係 我們就解封 但是維持所有的防疫條件 如果確診了 我幫大家匡列 我好好去做醫調 我一定幫大家守住 透著才是有肩膀的 你如果為了封而封 為了不被罵 為了不要 那個背任何的風險 所以繼續封的話 這叫什麼 衙門嘛 多做多錯嘛 這是最沒有肩膀的表示 最沒有肩膀的態度 所以我要跟這兩位 都是想要爭大胃的人 你想要爭大胃的人 你的肩膀在哪裡 我們的市民選市 不選李章浩就好啦 我也會啊 我在解封個兩年 我在封兩年 封個兩年 兩年後一定沒事嘛 封個簡單 你真正的執行力 並不在於封 封誰都會 真正的執行力在於 我開放了 但是我真的去積查 每一個都有加隔板 我真的去積查 有沒有梅花座 我真的去積查 有沒有偷營業 我真的去積查什麼 一切的好好的匡列 這才叫有肩膀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延長封鎖 侯友宜還會跟大家講聲 拍審 柯文哲不講 還講風涼話 講說產業會轉型 生命會找出路 這種時間點 誰誰不會轉型 你要給他時間 不是第一個轉型 他能等嗎 很多人就不能轉型了 蜘蛛餐吃到飽 怎麼外帶轉型 烤鴨怎麼外帶轉型 烤鴨外帶就不好吃 我真的有去買烤鴨 台南牛肉湯怎麼外帶 那先吃最好吃 還有呢 有的是吃氣氛的 對不對 被關給氣氛家的 一份賣兩千 如果叫我外帶賣 我八百我都不吃 對啊 對不對 這怎麼 這很現實嗎 最近我認識一些開酒吧 酒吧不是有陪酒 就正常那種運動酒吧 他們轉型轉到 做調酒外帶 調酒外帶你會去買 但他沒辦法 沒有Q啊 對一百塊兩百塊 他們也有轉型 能轉早轉了嘛 講白了 所以柯文哲就叫風涼話 然後生命會找出路 找什麼出路 我如果是在營業者 我聽到柯文哲講說 生命會找出路 我唯一的出路就是 寧願相信世上有鬼 也不相信柯文哲的嘴 就是這樣子嘛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一路以來 柯文哲面對這個議題 他標準從來不一致 之前我們都討論過 他解封寧夏夜市的 就說餓死的會比病死的多 那面對這個 然後面對現在大家都要解封了 他說不不不 那我們再封個一兩個禮拜 再看看 他簡直就是為逆時中而逆時中 他標準從來不一致 之前我們都討論過 他解封寧夏夜市的就是說 餓死的會比病死的多 對 那面對這個 然後面對 現在大家都要解封了 他說不不不 那我們再封個一兩個禮拜 再看看 他簡直就是為逆時中而逆時中 你都會說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為了防疫好的話 你標準應該一致 可是他在解封寧夏夜市 那個疫情還嚴重 北農環南市長都還在 他解封寧夏夜市 現在反而我統計這九天 不明橄欖元都到九粒十粒以內 甚至兩粒三粒 台北市不明橄欖元是零 你跟我講 因為防疫需求 大家再辛苦一兩禮拜 你標準不一致嘛 講完柯文哲 另外一個在意黨叫國民黨 我就更不爭氣 柯文哲搞成這個樣子了 他民調還往上走 國民黨民調還沒有往上爬 他不爭氣原因在於哪裡 在於江啟臣其實坦白講 讓很多人很失望 他上任之前很多人他是本土派的 然後跟美國有留學過 而且跟美國關係跟AIT關係都好 然後打著改革旗幟進來 現在變什麼變搞笑天團嘛 他變搞笑天團團長 整個國民黨變笑柄了嘛 什麼意思最新的嘛 他就講政府如果撤掉高端的 EUA三期實驗 他會願意擔任受撤者 我所備給他 問題是第一件事 三期要在有確診必利的地方來做三期 我們沒有人確診 我們現在確診必利十幾例 現在台灣要做三期 必須要跟其他疫情還相對嚴重的國家 來去簽合約 那你將前要搬到巴拉圭嗎 還搬到印度嗎 那是這不是很荒唐嗎 第二件事情還批評說我們原外的疫苗 對不對 是在幫高端打廣告 是在圖利高端 我第一件事這種擬情我約是干你什麼事啊 你是中國國民黨 你不是巴拉圭國民黨 今天是巴拉圭如果真的有需要 假設我們一些友方真的有需要 我們要說沒有啦 抱歉啊 因為怕圖利我們要傷所以不給你嘛 不可能嘛 你完全看不懂 這第二件事情是怎麼會有圖利的問題 那難道今天美國援助台灣莫德納 你江啟人去質疑拜登在圖利莫德納嗎 真的 不是因為這在特殊的狀況 這沒有什麼圖利不圖利嘛 美國那個時候為了要發展出疫苗 他們叫做取速行動 他們投了好幾百億的美金 給十幾家藥廠商 現在只有四五家成功 照江啟人標準這就叫做圖利 可是問題是在這個特殊的狀況 你不圖利藥商 藥商怎麼可能會做出來 你就要給他資金上方便 政策上方便 然後呢 好好在食藥署部分做把關 確定他的品質 這就沒有問題了 那你現在講圖利然後在幫高端行銷 沒有嘛 那德國也在幫所謂的BNT行銷嗎 在圖利BNT嗎 沒有嘛 現在整個世界的大局勢江啟人都搞不懂 然後整天就是開記者會覺得有曝光就是好曝光 那你難怪現在民眾黨 民進黨民調稍微掉一點 民眾黨民調起來 國民黨原地踏步嗎 這是問題在於領導人出一個大問題 不過剛才講到呢 不降到二級警戒 很多人真的會回不下去 尤其呢 剛才我們看到的現在的這個失業率呢 還有放無薪假的這些企業加速 實在是讓人對台灣的經濟 目前為止是非常的憂心啊 希望能夠趕快的振興起來 除此之外呢 我們來看中國的消費也退了 不過那就是自作孽了啊 問一下這個敏寬啦 昏君治國老百姓當然只能自求多福啦 最近中國兩個數字 讓人覺得觸目驚心 第一個 恒大地產它代表了一個狀況 過去中國很多地產公司 他就去銀行搬錢 快速造證 快速造證完之後 過去的夢很美好 因為經濟往上走 但現在這個夢撐不住 後面該要怎麼辦 第二個更大的一個麻煩 中國的消費 那中國的消費 14億人中國一直非常自傲 他們認為他們在未來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消費市場 這點我認同 但目前在整個消費的部分的話 可以發現幾件事情 這次當美國大印鈔票 歐洲大印鈔票的過程當中 中國不敢印 中國不敢印 因為中國在過去已經印了太多的鈔票 讓他的通膨其實是往上走的 而這次的通膨是全世界的 所以這導致了一個狀況 連中國當中最重要的中流砥柱 現在都撐不住 誰是中流砥柱呢 我們來看 股王是最重要的 對那對歐美人士來說 他們完全看不懂茅台 哈哈 真的看不懂啊 一瓶酒 為什麼要花到美金接近300塊錢 但買回去你又不喝 你又不喝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叫硬通貨 可能是送禮的時候要用 固定的時間點要用 但最近有一個大問題 連茅台都撐不住 最近茅台的價格 從2600多塊人民幣 沿路往下跌 跌到1700塊人民幣 重點是 對我長期在做投資的 這有個麻煩 他這個平台局破掉之後往下走 非常非常深 重點是中國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是我們要討論的 不是說看一個股價往下修正 我們就來說 哦他到底是怎麼樣 那下一個定論 各位不是這樣 因果循環跟邏輯推論 不是這麼走的 好 那我們要回歸到中國現在的狀況 中國現在遇到一個非常不好的狀況 什麼狀況呢 最近日本汽車 他們的財報慘不忍睹 那很多人會說 就沒有晶片嗎 對啊 錯 不是哦 錯 因為近年來 鐵 銅鋼價格持續往上走 讓汽車製造成本往上走 同樣的道理 目前中國他是物價飛漲的 對 那又起我問你一件事情 中國物價飛漲的過程當中 薪水有沒有漲 應該沒漲吧 沒有錯 因為物價飛漲 但薪水沒有漲啊 所以你的實質購買能力 他是衰退的 所以變成一個狀況 就剛剛我們跟各位說的消費極動 那消費極動呢 又有一個問題 現在中國過去不是一胎化嗎 對 所以他們的人口就比較老化 那老化 錢在誰手中 有錢人 有錢人的手中 老人的手中 所以年輕人對他們來說 沒有希望啊 造成一個狀況 很多的年輕人 今朝有酒今朝醉 為什麼呢 你就想想看 我每天工作工作的要死 然後呢 九九六 一天工作十六個小時 一個禮拜還要工作六天 然後我連未來的希望在哪邊 在哪裡 我都不知道 對 我們就講一個最簡單的嘛 剛剛不是跟各位談茅台嗎 對 中國年輕人喝不喝茅台呢 不喝 剛剛我們才跟各位說 茅台酒不是拿來喝的 所以他們都喝一般的啤酒 但重點是什麼 最近對中國人來說 最大的一個麻煩 是在於財產的一個縮水 因為我房地產的價格 因為實質消費能力沒有漲 很多人都認為 中國的房地產漲很高 沒有錯 但重點是空污也很多 那空污這麼多 價格如果往下走 這個會後面產生所謂的 香港效應 那現在最大的一個麻煩 在哪邊呢 最大的一個麻煩是 最近中國股市 香港股市持續跳水 對 那你說跳水是因為經濟不好嗎 這個只是小小的火苗而已 這一波的跳水 其實真正最大的麻煩 是官方的態度 什麼叫官方的態度呢 過去你那些做線上教育的 我可以要你往上飛 所以市值衝到三兆台幣以上 今天說哎呀我們政府不希望增加人民的負擔 所以我要打壓你股價一跌 跌七成跌八成所在都有 所以官方的態度才重要 最中國來說最重要叫政策盤 可是政策盤最麻煩啊 那是天威難測啊 今天我做了什麼事情 政府要罰我多少錢 我後面會變成怎麼樣 就如同馬雲一樣啊 馬雲在過去十多年的過程當中 對中國人他是偶像 對不對 一個踩腳踏車的英文老師 今天成為中國首富 立不立志 立志啊 可是當中國今天要打的過程當中 他變成吸血鬼 他變成高利貸 他變成了整個所謂的萬劍之死 每個人都拿著劍去射他 所以香港股市之前全部都暴跌 那麼今天呈現小反彈 但是我們如果回歸到正常的狀況就是 剛不是跟各位說了嗎 日本的問題 日本的汽車沒賺錢 是因為鐵的價格 鋼的價格 銅的價格往上漲 對根本問題要解決啊 沒錯 我可以自己做嘛 哦 對不對 對不能做 啊不能做 為什麼不能做 啊 為什麼習近平的綠色夢啊 現在對於全世界來說 大家眼巴巴的都用放大鏡 用顯微鏡在看中國 為什麼呢 中國過去不要忘了哦 這幾天還在沙塵暴啊 那是 那過去 我們再說一個最近簡單一點的 歐洲淹大水 美國那麼熱 中國鄭州河南那麼大的雨 問題在哪邊 天氣異常 對 那天氣異常的根本問題在哪邊 二氧化碳 那要不要減 要減啊 要減啊 怎麼減 不能准他講啊 所以重點是你的整個製造過程當中 如果沒有科技化 是不是要減量 對 所以習近平的綠色夢想的過程當中 為了要節能減碳 現在包括了河南 包括了山東 包括了江蘇 這三個省叫做產鋼大省 產鋼大省 通通要減產出鋼 但重點是有沒有需求 有啊 需求很高啊 那需求很高 這個時候我們國內自己不能做 要去找國外買怎麼辦 所以我們台灣的中鋼漲漲一倍 重點是 越買價格還越貴 還越貴 為什麼價格還越貴呢 因為現在鐵礦砂的價格還在往上 那現在台鐵礦砂 重點是 柴鐵礦砂會不會污染 還是污染啊 所以一環接著一環 所以很多人說 為什麼今年是通膨年 因為很多的因素來到這裡 告訴我們 萬物都在漲 對 那萬物都在漲 只有一樣東西變薄啊 叫做現金 所以這是最麻煩的地方 好 講完了中國大陸 一切回到台灣來 啊哈 台灣昨天林發科去開出 那個法說會 其實開法說會之前 我大概就知道狀況不是太好 那為什麼狀況不是太好呢 因為這一波高通已經火起來了 過去高通的產品落後聯發科 那現在呢高通想一想 不太對 我還是回去找台積電好了 所以他的先進製程 已經回到台積電的一個身上 所以未來的高階製程 大概雙方在打五五波 但是聯發科 我們不得不說 他現在叫做五好兩壞一中性 好的非常非常多 現金水位很高 獲利很高 毛利很高 這個已經講過太多次了 但是市場上都把它看得兩壞的部分 哪兩壞呢 第一個今年的第四季啊 會叫今年的第三季下滑一層 這代表什麼狀況你知道嗎 代表就是說 今年的傳統旺季 大概就是拉在第三季 但是目前第三季的過程當中 現在有個更大的缺點 什麼缺點呢 蘋果昨天交財報 業績好得不得了 盤後盤居然是下跌的 怎麼會下跌呢 因為大家對他沒期待 大家對他沒有期待 然後呢 對於整個聯發科來說 這個狀況就更差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第四季下滑 但是下半年 又沒有上半年的好 但是我們不得不說太厲害了 今年單單第二季 他賺了兩百七十五億耶 上半年賺超過三個資本額 賺了三十三點六五元耶 真的是超強耶 對 那再往上衝真的不容易 對 那很多人就在看臺灣嘛 那我們臺灣現在就步入一個所謂的吊詭情形 什麼叫吊詭情形呢 我們的經濟狀況好得不得了 主祭促 中研院等等的我們的整個獲利 目前的經濟成長模型都還在持續向上 但目前的股市來到相對的一個高檔區 所以最近很多人就在問 為什麼呢 陸股港股不佳 是啊 那臺股會不會更跌呢 怕呀 很怕 大家很怕 特別是看到聯發科 聯發科今天業績出來好得不得了啊 但重點是怎麼還會往下跌 還在修正呢 那我要在這個地方再跟各位說一件事情 每天都會聽到很多的一個耳聞 就像今天早上很多人就在傳說 南部的丙總的整個資金爆倉了 各位 那我們等爆章媒體出來再來做確定 這麼大的一個賣壓 有很多特定的一個因素 但我要在這個地方說 第一個 這個圖 最近大家都看過 請各位注意幾件事情哦 這次各位 低檔區怎麼出來的 三級管制嘛 哦對 那現在是不是在解除三級管制 沒錯 那目前在解除三級管制的過程當中 對我們臺灣來說 我們是循序漸進 對 我們要一步一步的走 好 那這次很多人都在擔心說 哎呦 那整個歐 整個整個大陸股市這樣修正 香港股市這樣修正 台股未來會怎麼辦呢 我認為這個地方還是看這個 所謂的平台區一萬七千點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這個地方破 不好了糟糕了 那為什麼呢 代表對未來的預期是不太好 可是主機處講的不是這樣啊 所以這個地方緊盯 但重點是在於 股市永遠看未來 對 不是看過去 所以呢 航運股 我看到航運股今天都覺得好笑 你知道嗎 怎麼說高檔兩三百塊大家是踢著槍 哇一直跑一直跑 沿路一直買一直衝 那一定啊 今天哦 已經連續兩天跌停板了 到今天還開低 哎呦 然後開低你一看哦 我們講簡單的 很多航運股今年都是賺三十塊錢以上 對 然後股價都跌到了一百二十塊錢以下 本利比連四倍都不到 大家怕得要死 那我們說 投資人頭腦裡面到底在想什麼啊 對啊 之前十幾倍的本利比 一直跟各位說 全世界最重要的賣吃雞 十倍本利比 然後呢 大家不聽 大家都覺得哇 夢在哪邊 我要當航海王 我要當一萬富翁 我要當千萬富翁 大家都愛殺 所以我們今天就可以發現很多的航運股 今天就開低就往上走了 為什麼呢 因為投資價值 對於很多資金雄厚的人來說 他長期的價值還是會浮現 但還是說一句 天氣為了節能減碳 未來一定要用電動車 所以我認為電動車相關的 如果有拉回 這個就像之前的紅海一樣 很多老一輩的人過去紅海 動輒轉十倍二十倍三十倍的轉 為什麼 掌握一波大趨勢 台灣未來的大趨勢 還是在電動車 當然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關心 全台灣現在都籠罩在冬奧的熱情裡面 尤其呢 冬奧開始到現在呢 台灣的這個獎牌天天進帳 而且呢這個得牌速度之神速 也感謝這些選手呢 讓世界這一次徹底的看見了這個台灣 而除了這個我們的這個舉重女神 郭信淳呢已經拿到了59公斤級的這個金牌之外呢 今天呢其實好幾位這個登場的這個選手呢 都是金牌的大熱門了 等一下呢我們再請我們在座來賓們好好來分析 他們的實力跟即將對戰的這個對手啊 另外呢這個台灣這一次呢我們講到有多麼的不容易啊 不只呢全世界這次真的讓我們深深感受到 他們是挺台灣的 而且呢這就因為這個惡鄰居哦 更讓他們感受到台灣的處境啊 好我們就來看了 這一次呢郭信淳呢拿到了這個舉重的金牌 央視竟然敢把這個金牌歸給他們 說什麼中國台北 而且呢這個小粉紅才誇張呢 這個頒獎哦升中華奧會的會旗 播中華民國的國旗歌 我們已經很委屈了 小粉紅還氣炸崩潰說 為什麼不是播我們的義勇軍進行曲啊 而且呢更好笑的是呢 你看哦這個澳洲的媒體怎麼樣挺台灣大酸呢 他說啊有一個國家奪了金牌 卻不能夠叫台灣 然後呢在地圖上呢這個金牌的國家 竟然找是成了地圖上一個 找不到的這個神秘組織哦 這個是澳洲新聞報的報導 說中華台北在地圖上 是一個找不到的奧運金牌國家 好奇怪啊 法國媒體法蘭西24則是報導 為什麼台灣在奧運不叫台灣呢 然後印度的第一郵報則報導 為什麼台灣參加奧運使用的名稱 要叫中華台北呢 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覺得 我們應該叫台灣啊 好另外呢中國更好笑 現在變世界級的笑話了 輸了就算了嘛 你就回去好好檢討面壁啊 輸不起還四處出征 我們來看到桌球混雙呢 日本這個大眼復仇記打敗中國奪金之後呢 我們看到日本媒體的頭版呢 就寫了中國國辱啊 結果呢這個中國網友就火大了 日本鬼子這輩子是沒見過金牌嘛 然後玻璃心又碎滿地了 然後又去設個上網出征啊 而且呢這個 小粉紅呢輸不起之後呢 還怪什麼呢 他說這個說起來日本吃相難看 像這個柔道 怎麼分那麼多的量級啊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日本金牌數呢才會幾度超越中國 而且呢更好笑的是呢 這個是輸球輸不起贏球呢 在場上狂罵髒話 這個國家真的是 就是裝不上檯面啊 中國羽球女雙對上這個男孩 中國選手竟然邊打邊喊 我什麼 我去那個什麼你什麼 我再講不出來 然後中國網友還 對這個登上了這個媒體之後呢 被其他國家嘲笑還說 這個可是在彰顯我們中國隊的氣勢啊 還說呢這些髒話是好優美的中國話呀 還說讓全世界都聽到了我們偉大的中國話 還有中國網友說中國隊這樣喊我還覺得挺可愛的啊 但是對面喊我就覺得煩死了 怎麼樣我就雙標 來學尾怎麼看看中國的荒謬啊 我是講說中國實在是玻璃心碎滿地 那個真的是不要臉 你看得出來連運動賽事 你都要用這種方式 用一個國族主義 用一個沒水準的那個 阿拉雞碰國啦 你知道嗎 你竟然講說這個什麼 像那個羽球比賽有沒有 一直在講那些髒話 講那些有的沒有 我以前就講過說 叫做尬壞的小孩大小對不對 很誇張 對你講那個 竟然那個網友還講說好優美的中國話 狗屁什麼叫做中國話 什麼優美啊 鬼扯蛋嘛對不對 竟然還有人講說挺可愛的啊 挺好玩的 誰跟你好玩 我跟你講等到全世界大家知道說 你那個字的用意是什麼的時候 人家就批評你說 你原來你中國的選手 在國際殿堂上 運動賽事的殿堂上 竟然用這種髒話去怒罵 其他國家的隊友 真的 你就覺得水準就是這樣而已啊 誇張 我之前就一直講過說 優秀的運動員 是國家寶貴的資產對不對 我們應該要給他騰洗 所以之前那個什麼 商務艙經濟艙的問題有沒有 我那時候就常講 我就一直在強調說 為什麼我會重視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政府虧待這些運動員 我說實在這些運動員 為什麼是國家珍貴資產 像戴智穎超過30場的 國際賽事金牌對不對 超過173個禮拜是世界第一耶 他把那個名字高高掛在那個 羽球協會的那個看板上面 你在所有的資料上面 你就讓世界看見台灣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運動員 為什麼這麼重要 就是你真的要好好的承襲 他們去愛護他們 你看這一次那個郭姓淳 對不對 他那個抓舉 挺舉跟總和三破奧運記錄對不對 他打了金牌之後 你看全世界各個那個媒體 都在報導啦 包括澳洲新聞 他就告訴你說中華台北 這個他的標題就下說 這個是任何世界上一個地圖上 都找不到的一個奧運金牌國家 真的 他就已經告訴你了嘛對不對 他說這種神秘團隊 就是中華民國台灣 他直接幫你標出來 告訴你說 你在地圖上找不到 他就是中華民國台灣 那為什麼會造成這種原因 他說世界上有三支以中國為名的 那個參賽隊嘛 一個是中國本身嘛 另外一個香港 那香港統治 可是你知道他現在還是用特別行政區的那個 那個那個獨立的那個名義參賽 你知道嗎 那另外一個就是台灣 那台灣的原因在哪裡 就是因為你中國的一在阻撓嘛 對不對 他說中華民國 中華台北的名稱 但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個是重點哦 他說台灣是獨立的政治實體 中國不同 而且台灣最重要是以民主為榮 你看今天郭信淳拿了一個金牌之後 外國的媒體就這樣大肆報導 那除了這個在法國的法西斯24的那個媒體來講 他說為什麼台灣在奧運不叫做台灣 對不對 他說國際押會跟中國警告 對不對 而且他用的勢力是什麼 你如果台灣頂尖運動員 如果支持說用台灣名義 或者是用其他名義的話 哎中國馬上在世界各大重要的國際賽事裡面 他就給你施壓呢 禁止你的頂尖運動員參賽呢 所以你看是不是又是中國的因素 那最重要是怎樣 這個印度的那個第一郵報有沒有 他的頭版頭的標題就告訴你說 為何台灣參加奧運的使用的名稱叫做中華台北 他這個重點裡面寫得很清楚 他告訴你有許多 使用中華台北 讓許多台灣人感到沮喪對不對 郭信淳即便奪得金牌 在國際頒獎台上面 也沒有國旗和國歌啊 對 你看這聽起來多比情你知道嗎 對 連印度人都這樣這樣跟你講 這樣覺得 對他也講說儘管台灣是一個擁有自己的邊界 貨幣跟政府的民主國家 可是國際地位受到中國的阻撓 中國啊常常威脅有沒有 用武力犯台 還試圖讓台灣在世界上孤立無援 對 有沒有看到 外國的媒體都已經清清楚楚的告訴你們 那你住在台灣裡面的人 到底做何感想 我常常講說 國民黨最近在很多的議題上面 一開口 我看現在江西辰是點點比較好 你包括在疫情在疫苗 甚至連動奧議題上你一再失分嘛 現在還有人講說什麼 我們現在在這個事情上面叫做以異 以東奧謀獨有沒有 到底是誰在謀獨 我們從頭到尾 不管我在講過說 不管你是中華隊 中華民國台灣隊 或者台灣隊 我們是在幫這些運動建合在加油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現在說那裡有話沒出來 一直說一直說 說到後來 人家就覺得說 你這司馬昭之心 你在想什麼 對 所以我在講說 其實為什麼我們這次 對這些奧運的選手 其實很多選手背後的故事 你知道之後 你真的會感動落淚 他們不僅在世界賽事上為國爭光 對不對 他們連對台灣的一些情感跟一些愛好 真的是沒有人能比 我們昨天講說那個中志淵有沒有 他五度叩關奧運 雖然都是功敗垂成 昨天在16 昨天晚上有看到 他跟那個埃及那個選手 有沒有 四十歲了 對不對 拚了 而且那個埃及那個選手 長得很像八爪章魚 手長腳長 個子又高 你看中志淵拼盪到最後 他是在最後一局 才落敗下來的 你就知道說 我們的選手 在國際賽事上 拼盡 那種感動 是無人能比的 那我們講要叫郭杏淳 郭杏淳你看 這一次他讓台灣大大的露臉 對不對 其實這些運動球員 私底下是蠻可愛的 你看 這個 統一師的綠色坦克 高國慶對不對 你知道嗎 他在比賽前 他就PO了一個照片 他錄製了一個影片 為郭杏淳加油 對不對 他就告訴你說 杏淳女生我挺你 對不對 後來他又在得到金牌之後 他又PO了2016年 郭杏淳那個時候去開球的畫面 他竟然從後面給他新涼報 還深蹲 對不對 他就說你看 大家就覺得說 哇 這個那個男人真的是 怎麼 可是你知道大家 底下的網友是講什麼 他說他們希望說 下一次能不能對調 換郭杏淳把國慶舉起來 我跟你講郭杏淳有這個實力 當然有這個實力 你看他挺舉133公斤 總和260幾公斤 光這樣公主抱有什麼困難的 所以你看這實力 下運動球員之間的 那種可愛的地方 對 還有這個我們幫我們得到 銀牌的那個楊勇偉 柔道的男神 對不對 他在日本現在紅透半邊天 對 你看他在郭杏淳拿了金牌之後 欸 他就跟他借了金牌 來蹭一下有沒有 他說謝謝姐的金牌 我來蹭一下溫度 太驕傲了啦 因為郭杏淳你看拿了金牌之後 全世界都眼光都往這邊看的時候 當然楊勇偉他希望說 他拿這塊金牌的話 他也是希望能夠感受一下 那個幸運的那個 那個幸運的那個感覺 希望他下一次 下一次因為他還年輕 我也希望說他下次更 更仗一層頭 能為臺灣再繼續奪得金牌 可是講到這個舉重女神郭靖淳 不要忘了 我們舉重他一面銅牌 也是好棒棒啊敏歡 現在可能不只一面銅牌 搞不好後面還有機會 為什麼呢目前還有一位方婉鈴選手 在等待地補當中 但我昨天看那場舉重 我看到連我都差點哭了 我都急啊 我好感動啊 你知道為什麼急嗎 第一個陳文慧選手 本來事前大家沒有把他列入 種子選手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有傷 這次他有傷 然後出去呢 先跟各位說他可是戰功標柄啊 他過去在市井賽可是三面金牌的呢 然後這次呢他沿路比 為什麼呢他是倒數第四個比 那倒數第四個比呢前面 因為他這個量級喔相對來說 比較公斤數比較高 歐美的那些跑出來了 郭信淳的量級他是比較低量級的 歐美人士比較大隻啊 所以呢通常就是環太平洋這邊的在比賽 當天在比喔 後面你知道誰誰最急你知道嗎 所有的教練 因為教練各位都知道嘛 舉只能夠舉三次嘛 那所有的教練呢 每個人你看我我看你都在看 那為什麼呢 後面如果我要奪牌 我就是要出奇自勝嘛 那是一個鬥智鬥力的 所謂的比賽 所以後面的部分的話呢 陳文慧選手一口氣把他拉到他的最高狀況 130公斤 那130公斤其實過去比賽他有舉起來過 但我剛有跟各位說啊 這次勞頓周車一口氣拉到日本去 而且重點他又有傷 結果呢他那時候想說 糟糕了糟糕了 前有狼 後有虎 前面的一個選手他想說 不然呢第一名我先不追 我先追第二名 所以他就把130公斤寫上去 上去一舉 慘了 跌倒 舉不起來 舉不起來的時候 他那個表情 回去到整個選手休息區的時候 那整個臉都垮下來了 沿路走一邊哭 那個教練都不敢動他 然後他已經開始在打包行李了 結果全部在打包行李的時候 後面不是要有吉他選手嗎 後面那些中美洲的選手跟英國的選手 他也想要打倒第三名啊 那是一定啊 所以他們呢 也把價格 也把舉重的重量往上提 陳文慧選手本來在那邊想說 哎呀哎呀哎呀 這次大概第四名或第五名的 找不到牌了 他沒有想到後面 每一個選手通通翻車 都翻車了 所以這件事情喔 先跟各位說喔 一場舉重每個選手都在哭 結果後面哭成一團 得獎的也哭一團 很多人想說自己糟糕了 買單的也哭一團 最差的選手 結果有一個也失常也在哭 所以後面每個選手都在哭 還好這件事情我們台灣沒有哭 我們台灣包括了家人 包括觀眾 我們都急的 為什麼呢 因為只要有一個舉起來 往上挺過了 這邊銅牌飛了 對就沒了 這邊銅牌飛了 所以最後是喜劇收尾啊 所以昨天台灣是一天雙排 開心啊 但談論到練舉重 心中就難過了 我問你喔 如果今天你有小孩 捨得讓他去練舉重嗎 我們捨不得 絕對捨不得 很辛苦耶 然後我們聽到那個舉重國家選手 在講 我聽了眼淚都快掉下來 他們一年當中只有過年回家 然後一個禮拜練六天 星期天喔 不敢出門 因為很多人都是辛苦人家 他們很多人說 他們練舉重的啊 一輩子什麼西門町 什麼東區 什麼豪華地方 他們通通都沒去過 這麼慘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很多的舉重選手 要嘛就是原住民 要嘛就是單親家庭 簡單的說 家境好的 沒有人要練 通通是家境不好的 然後那些教練們 又要當老師 又要當教練 又要當爸爸媽媽 你知道郭姓淳的教練啊 幾歲就把郭姓淳 帶在身邊了嗎 幾歲 十四歲 國中一年級就帶到身邊 沿路帶沿路帶沿路帶 帶到二零一四年 當他看到郭姓淳那個狀況 心都碎了 為什麼呢 郭姓淳那時候受傷的時候 他是復健 推輪椅拿拐杖 很多人認為他一輩子爬不起來啊 所以練舉重是從早到晚耶 那陳文慧選手 他亞錦賽是三面金牌耶 那這次呢 進了國家隊之後 本來大家對他沒有那麼高的期望 他本身先說很有實力喔 但他這次帶傷 所以我們這次舉重 再次的讓大家看見台灣 台中小將這個更神了 為什麼更神呢 其實我們一直過去以來 秉持著一個方向 這個方向叫什麼呢 以戰養戰 所以呢 一邊訓練選手 一邊參加比賽 參加比賽做修正再訓練 再訓練完之後呢 從小選手訓練成中級選手 往高級選手來練 我看到這個台中小將楊詠偉 我看了 各位你曉得嗎 那個耳朵不是他要長那個耳朵啊 那是 那個是變形的啊 全世界的柔道選手 都是這樣變形變形變形 為什麼呢 長期就在地上磨 長期就跟衣服磨 長期就跟對手在那邊磨來磨去的 但這次一天爆紅 多誇張你知道嗎 他的IG一天成長20倍 從一萬人一口氣跳到25萬人 然後所有的日本櫻花妹都在問 這個選手是誰 怎麼又該又帥啊 但重點是他很年輕 然後今年呢 因為奧運延辦一年 延辦一年之後 代表下次法國奧運 只有三年的時間喔 本來郭信淳說 本來打算退休 但這是說我才27歲啊 我再練一下 再三年就可以打了 所以我們台灣這一批選手 再跟各位說 我要跟體育界的所有的這些大老們 稍微講一下 給我們一點時間 給他們多一點資源 多練 不要像莊智淵選手一樣 想想很辛苦 但這是我們單單在整個台灣喔 單單這是一場冬奧 讓大家看見台灣 我覺得這個就值得了 還有人在那邊講 哎呀不要趁機正名啊 什麼還要用中華台北 拜託喔 中國是你阿公是不是啊 怎麼會怕神怕那個樣子 沒錯 但再說一次 這個不是政治操作啊 是啊 是大家是由內心發自出來的嘛 真的 你認為哪個南韓的女主播 會突然間說 喔這是台灣耶 他們的半導體跟觀光很強 我們韓國人最愛去他們那邊觀光了 哪個歐洲人會突然間說 喔這個地方叫台灣耶 他們過去叫做中華台北 之前還有國共會戰 沒有人會想這個的 為什麼 為什麼 不可能嘛 所以一場冬奧 讓台灣看見台灣 但重點是 我們這次收穫滿滿耶 為什麼呢 目前的獎牌 還在網上累積當中 這次喔我認為最重要一點 台灣這次真的是 女力當道 好強喔 郭信淳選手 目前金牌已經在望了 對 小代選手世界排名第一 我們要祝福他能夠拿到金牌 文志雲選手 目前在空手道 目前全世界排名第一 好多女生 這次真的是超厲害 我們台灣的女生 太強了 太強了 所以冬奧 我們台灣是收穫滿滿的 但這次喔 可以從一些小地方發現人品的問題 那是 一定 從什麼地方可以發現人品的問題呢 騰訊 這次撿袋子 奇怪了 人家選手都在進場 你在那邊播什麼脫口 結果撥一撥中國隊給跳撕掉了 隨谷准選手 32歲 他眼睛生病 眼睛生病呢 所以他只好戴上一支眼鏡 那為什麼要戴那個眼鏡呢 那個眼鏡是有色眼鏡 各位知道比賽光線從上面下來嘛 所以呢 那個很刺耳 他會看不到球 這個是人家運動學會奧運都通過的 結果呢 現在中國隊說 他這個眼鏡很神奇 這個眼鏡是日本的高科技 他可以看到那個旋轉的速度 變慢 這也是實在是 完全不知道該什麼說了 然後他們還說 他們的衣服啊 跟背景啊 一模一樣 這個會讓球也完全都看不到 但說句實在話 中國可能沒想到 日本也沒有想過 中國過去一向是乒乓球的一個霸主 總共乒乓球喔 在過去這一屆不算 52面金牌中國拿走48面 剩下的四面給各國去分 對於中國來說 桌球拿金牌就是探囊取物 特別是一開始2比0 所以2比0的時候 我認為祝賀文都寫好了 那是一定 當天現場我兒子還特別跟我說 奇怪的 人家日本隊後面都是學弟學妹在那邊加油 中國隊後面呢 一堆長官 年紀都看起來比我還大 舉著中國的國旗 到了第七局 全走光 全部走光 好冷血喔 本來還在那邊加油 加油加油 然後後面全走光 重點是中國的央視還發錯訊息 本來因為其實根本沒有想到 日本也沒有想過 因為我當天看 越看越緊張 2比0 3比2 3比3 然後想不到最後一局 我根本沒有想過中國會崩盤 為什麼你知道嗎 那一對組合到目前為止 唯一的一場敗機就是這場敗機 完全都沒有 那這次呢 我們認為喔 中國有錢之後 很多的策略 各位還記得嗎 之前其實 中大陸女排 我們是幫他加油 之前我們都還幫他加油喔 什麼時候我們沒幫他加油 自從飛機過來以後 自從文攻武嚇之後 過去中國只要出事情 我們其實台灣都捐錢 我們汶川地震捐的錢 比日本311還要更多 這次中國大陸出事 有沒有人講捐錢 不敢講 為什麼呢 我講了你買飛機買大炮 買飛彈來對我們 真的 其實也不太像話嘛 但這次喔 中國的自勝方程是 一而再再而三的出包 剛不是說桌球出包了嗎 對 女排這次居然二連敗 二連敗了 女排居然二連敗 他們也氣炸了 這次二連敗其實是我的預期之中 為什麼呢 主力球員通通受傷 那為什麼你會把主力球員 全部顧到受傷呢 我再說一次喔 你明明知道有奧運 然後這些主力球員要讓他好休息 為什麼這些主力球員 還要打省級聯賽 還要打俱樂部聯賽 所有的比賽都要打 所以呢 中國的自勝方程是 這次連續出包喔 中國女排連輸兩場 後面還有硬仗 為什麼呢 前一次上一次奧運會獲勝的 義大利跟他們同一組喔 那可是呢 他們輸之後 第一件事情 怪什麼 怪愛迪達 怪愛迪達 所以我們說策略 策略 我們台灣的官員 單單這次飛機沒有安排好 旅社沒有安排好 這次與球球員後面 我們要幫他們說句話 與球球員後面其實還蠻感謝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甚至說他們出去走走走 一下子就到了 完全不傷體力 跟上次有一次中華棒球隊 再整個奧運輸給中國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大家已經在車上 混了兩個多小時 每個人都已經暈車了 到現場去 現場表現不好 所以在整個獎牌的背後 其實他們讓台灣更加的閃耀 但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 台灣女力崛起 我們台灣這些女選手 真的是太棒了 不過你他這個證號 今天一大早 我們看到戴智穎 25分鐘就把對手給解決掉了 對手還是一個法國的選手 不過他是中國級選手 排名第41的 大家都覺得說 現在這個順利進入八強之後 接下來以戴智穎的身手來看 應該很容易可以過關 但看起來不是 網友聽說有盤點 他未來這個對手 每個其實也都蠻強 都是硬仗嗎 我先講戴智穎自己怎麼評估 他說進到八強之後 常常都是硬仗 為什麼呢 原因很簡單 我們現在看到戴智穎 他其實有幾個技術特點 第一個 他你看他打球 你看他非常靈活 他很像是 人家都喜歡他像是天才一樣 就是說 其實有的是苦練出來的 當然啦 運動員走到這地步 一定有些天分在這邊 可是他的那些有些靈活 或者是在球場上的巧思 那個學不來 那個也練不來 所以你看戴智穎 可以很多人打球的時候 他的對手通常是兩個結局 一個就是被定格住 另外一個叫做鋪接 葡萄冰山樹 什麼叫被定格住 很簡單 因為雨球 來往是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原則上 你不是看到球過來 才決定你要走什麼位置 你會去預判他的手腕 那在雨球的時候 像打雨球最正常的 一個東方在做什麼 滑拍 什麼叫滑拍很簡單 我球過來對不對 我這樣子拍 對方就知道往這邊走 可是你如果拍子在打的時候 瞬間 坐過來 用你的背面去擠這個球的時候 球就往這邊走 瞬間把球拍轉向 對 這就是滑拍 所以說那個滑拍 你去看職業行動 你幾乎至少以我外行看 我根本分不清楚 他到底用正拍還是滑拍 所以呢 很多人 假設我業餘跟職業行動打 我會被定格 原因是我以為球要過來 我在那邊準備好對不對 就球飛這邊 那我放棄對不對 那就被定格 可是戴智穎厲害的是 他不只正手滑拍 滑拍厲害 他連反手滑拍 反手滑拍也很厲害 都是世界級的 所以很多人你去看 戴智穎去跟他打的時候 全部都定格被定住了 你就是因為 怎麼跟我想的 不一樣 停住了 另外一個戴智穎的特點是 假動作很多 對 那做假動作跟籃球假動作很簡單 這樣弄弄一下就假動作 對 可是你介紹職業那個眼神 是一個暗號 然後呢 手軸的幅度也是一個暗號 他有時候拍面一些小動作 都是一個暗號 戴智穎很擅長 利用那種點點滴滴 但其實在他們那種有點像是心理暗示 就是對於訓練有數的人 我看到你眼睛你的手軸 該怎麼動 我就知道你會往哪裡走 反其道而行 我做完這些之後 你以為我往這邊走 結果往另外一邊 所以我 我一時轉不過來 硬要去接我就撲接了 所以說戴智穎確實 坦白講 能夠一百七十幾週世界第一名 確實有他的實力在所在 今天早上對到法國選手 我叫做騎雪飛嘛對不對 他雖然是法國級 但是中國的 25分鐘直落而結束 很多網友說 啊我怎麼刷個牙出來 第一局就結束了 那沒有辦法 為什麼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們現在是小組浴賽 小組浴賽出來後 其實戴智穎正常來說 應該打十六強 可是因為他是第二種子 第二種子 你只要是分組的第一名的話 十六強免打直接進八強 所以換句話說戴智穎如果拿冠軍 拿金牌要再贏幾場 贏三場就金牌 可是呢 後面的選手並不容易 來我們看下一張 對於這次參選當 這次比賽之前 很多人都設定 戴智穎雖然是所謂的世界冠軍 可知道世界冠軍不是打一場決定 他是積分的 對 所以有非常多羽毛球巡迴賽 有輸有贏 我最後贏的相對比較多 所以我是世界冠軍 所以呢 其實世界上有很多 是有機會威脅到戴智穎 第一個其實這是馬鈴 可是我先講大家不要太過緊張 他是最可能威脅到戴智穎 可是他因商退賽 大家先放下心 因為他真的很厲害 他是領約奧運的金牌 他被稱為什麼 女版林丹 講成林丹大家就知道 他的進攻是非常非常積極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就是 給人家壓迫性很大 而且你看他不只是 李約奧運金牌 他對戴智穎的時候 你看今年喔 泰國三連戰三戰兩勝 戴智穎才拿一勝 哇這麼厲害 他是非常非常厲害 非常有可能拿金牌的 結果呢 抱歉 因為有時候 受傷也是實力的一環 冰商退賽 所以馬鈴 大家坦白說 看到他退賽有一點 心存就好險好險 少一個對手 另外叫陳以菲 他是中國的選手 陳以菲 他其實在世界排名是頸椎帶置印的 他世界排名第二名 所以說他的 其實狀況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所謂狀況有時候就是這樣子 我世界排名雖然不錯 可是我這一場奧運 其實可能狀況不好 身體沒有調好 怎麼看他狀況好不好 他一樣 他在預賽的時候 21比5 21比3 擊敗埃及選手 埃及之後兩場加起來拿8分而已 好強耶 8分還不夠贏一場 贏一場要21分喔 所以他兩場加起來只拿8分 所以呢 他其實是戴志穎拿 設定在冠軍路上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對手 而且你看他曾經是有拿到世界第一的喔 可是呢 好險 他跟戴志穎在抽賽程的時候 一個在上面一個在下面 什麼意思 怪亞賽才會遇到 我們不會這麼快遇到 就是說戴志穎如果真的遇到他的話 當然我們目標是幫戴志穎拿冠軍對不對 希望鼓勵他拿冠軍的話 那怎麼樣也會可能會遇到他 這是一個 我們來看下一張 另外一個人他叫澳元希望 澳元希望他是日本的選手 他世界排名第三 世界第一戴志穎 世界第二剛剛陳雨菲 世界第三就是這個澳元希望 他也是戴志穎很有可能對到對手之一 他的個子有多嬌小 150幾公分而已 150幾公分而已 對150幾公分 其實我們都像我們看打網球 像戴志穎大概算是一般正常生產 163那好一點的像我們剛剛講那個馬林 就是這個洗板 大概170出頭 這個非常好 153 所以你要想想看澳元希望可以150幾公分 世界排名第三 禮約奧運銅牌 而且拿過世錦賽金牌 然後總結賽金牌 跟全英餐的金牌 尤其是今年他的狀況很好 其實我們看都看今年的他的狀況好不好 表示喔 他有他特殊之處 為什麼 戴志穎剛剛講他的假動作很多 澳元希望因為身高不高 他不可能靠後場殺球來決定他的勝負 他靠前場釣球 讓很多人吃盡了苦頭 他善用他的身材優勢 用前場釣球 然後把整個戰局控制在前半場 在前半場你身材反而麻煩 因為我們在這邊你手長腳長 其實是綁手綁腳的 他是很擅長去控制整個戰場在他適合的地方 所以他也有可能變成戴志穎未來一個勁敵 而且還有一個關鍵 地屬優勢 有沒有發現這次日本選手表現都特別特別好 對 非常不錯 坦白說啦 在自己的家鄉比賽 你第一個 十一住席你就適應了 第二個 你會希望在自己的國家獎牌留下來 你確實有那個激勵感還有旁邊 整個包含整個世界的氛圍 可能是正加分有可能負加分 看你吃不吃的下這個壓力 吃下來就被加分 但是至少我們目前看 很多日本選手表現都超出預期 包括日本的乒乓球對不對 所以這個幾個點加起來 他也是可能的對手之一 最後一個印度選手新度 他們兩個簡直就是相仿的對手 因為他看起來就是一個 好像很嬌小人對不對 179公分 這個179公分 再高一點就打籃球 他可能再高一點就被抓去打籃球 他就是印度一樣 李淵奧是營運的銀牌 李淵奧運的金銀牌我都介紹過對不對 然後世界的一二三名我也都介紹過 這個當然是要值得注意的 因為他非常非常高 179就像我講的 個子來的前場優勢 個子高的後場攻擊 殺球壓球 對他來說是非常非常很厲害的 重點來了 他跟戴智穎交手 簡單講整體佔G 戴智穎佔G 可是呢你只看大賽的關鍵情 他佔G 大賽的時候都是他贏戴智穎 確實這樣你看 他跟戴智穎交手過18次 戴智穎13勝5敗的成績對不對 13勝5敗看起來 是戴智穎佔G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喔 你如果看大賽的話 像2016年的李淵奧運 戴智穎輸 2019年的市井賽 戴智穎輸 所以呢其實有的是這樣喔 有時候移物客移物喔 移物客移物 還有說比賽型的選手啊 有的是練習一條龍 比賽一條蟲 有的是比賽一條蟲 反過來比賽一條龍 可能練習的時候像條蟲 不太一樣 所以說我們常常講說 運動學有那種相生相克的感覺 哇聽你這樣講我都緊張起來了 所以戴智穎回到最一開始講 戴智穎自己也說 進了八強 常常都是硬仗 沒有什麼一定贏的 雖然我才講羽毛球不是圓的 但是他頭是圓的 球是圓的 真的 不一定 但是我們現在能做 就是我們給他最多的支持 沒錯 也是呢這個希望說小戴呢 可以再加油 但除了小戴之外 今天看到一個林寅儒 讓人家跌破眼鏡 真的 小帥哥耶 真的 小帥哥耶 真的 而且他讓人家覺得很驚訝的是什麼 他第一個他才19歲 對 坦白說他的黃金時期至少十年 簡單講他這件參謀家玩OE後 未來至少兩屆奧運 就他可以參加三屆奧運以上 所以呢 他的未來性非常非常看好 第二個你去看他打球 剛剛不是看什麼 中國選手一直罵髒話嗎 我去 我怎麼樣 他打球很酷 贏或輸 甚至是落後 面部沒有什麼什麼表情 這東西人家會 其實坦白說 會造成對手的心理壓力 有時候為什麼說我們打球說 越贏就越興奮 越興奮 越興奮就越進攻 孟然就是看到對方已經拉衰了嘛 對 他自己都氣餒了 那對方都氣餒 我不打落水狗什麼時候打 對 他給人家感覺就是說 好像很輕鬆 然後呢 他直落是肩的時候 也沒有太興奮 就是他的那種一號表情 其實坦白說 會讓他的對手 不太好捉摸他的觀 所以他進到四強對不對 進到四強 坦白說 對手很強 我們要知道整個桌球 我必須要講實話 他是中國人的天下 他第一個對到叫梵振東 他對梵振東誰贏 梵振東真的是中國球 誰贏誰進冠亞 所以說我們正要努力幫他加油 他對到梵振東 因為梵振東他也是天才 他17歲拿第一個世界冠軍 而且呢 他的反手厲害 到人家覺得他比正手還厲害 反手厲害意思是什麼 我們打周球 第一球發球幾乎都攻擊對方反手 因為反手比較難打嘛 正手就是我順順打 所以正常我們都攻擊對方反手 可是梵振東反手 非常非常強 甚至有人說他反手比正手還好 所以通常你跟梵振東打 你看他比賽 打沒兩球就進攻 因為對他說反手就是進攻球 所以說我們明天如果對梵振東的話 其實有機會 其實還是有機會的 他有贏過梵振東 他不是沒有贏過梵振東 很多人這樣講 他說他跟梵振東對戰五次輸四次 我反過來看 對戰五次贏一次啊 他還可以贏梵振東 梵振東很強耶 有贏過有贏過有贏過 而且這件事情 而且不是古早時 因為他才19歲 就正一兩年的事情 正一兩年而已耶 對 所以其實兩邊呢 我不敢講是勢均力敵 可是我可以講 絕對不會是一面倒的比賽 那如果他在這次可以扳倒反正的話 那這個牌的含金量非常非常的大 因為他等於是把中國的冠軍手 直接拉下來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或許呢 還有同牌戰嘛對不對 就三四名之爭 甚至是未來下一屆的奧運 下一屆的奧運 其實他都是我們未來桌壇 非常非常厲害的希望 而且看到林芸如 就想到我們未來桌壇的十年 二十年 可能都他的黃金時期耶 這真的不得了 但是呢其實齁 我們這個台灣跟中國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的選手就算落敗了 但是我們懂得珍惜這些選手 像這個昨天其實有一個選手 他雖然落敗了 但是呢卻得到了網友極大的支持 給他五顆星的這個評價 那就是莊智淵 但是問一下這個韋航 為什麼網友會一窩蜂的衝上去 為他的這個表現喝彩 然後為他所有的一切感動 其實呢這個 昨天有一個網紅講了 台灣欠他一個道歉 而且呢他這一次四十歲了 是硬被請出來讓他去參加這個比賽的 他最後不計前嫌 然後出來為台灣盡了這份力 能不感動嗎 這個 這個我必須要強調啦 鍾志願 他其實跟這個網球盧彥勳勳一樣 從非常年輕就代表國家征戰 一路征戰到老 當然成績獲有起伏 成績一度非常接近高零 我們都說男盤 男子桌球上次離得牌 最近也是他也是庄志願 對 所以其實我們這二十年來 其實網談桌談都是靠這些 非常重要的球員在稱職 可是國家又給他相對應的支持嗎 當然莊志願他的年輕都說 我不領國家的這個營養金 我不拿你好處 我就敢講真話 可是真話講多得罪人嘛 所以協會對他有意見 可能刻意打壓他 奧會然後在派對的時候 可能也會某程度上虧待他 像這一次 為什麼莊志願會突然變成大家關注的焦點 是有這個粉絲發現 奇怪 為什麼中華奧會的臉書專頁 在列出選手的這個比賽時間的時候 老是漏了莊志願 過分 這次還特別把他請出來比賽 對 這就是問題重點 他本來這次不參加要退休了耶 這必須要講喔 一次就算了 有下面就很多網友去提醒嘛 留言提醒說怎麼沒有莊志願 到這邊第二次出賽 一樣沒有把他放上去 那網友就火了 大家現在可以去中華奧運 阿輝的網頁上看 全部都還是網友在那邊灌水 就每個網友都留 這個莊志願不要欺負我們的選手怎麼樣 每個人都留一模一樣的球員 就留一模一樣的這個要求的訊息 到最後中華奧會 終於把他在後面把他放上去了 所以他這次被看見 其實不是媒體刻意操作 是觀眾是運動粉絲主動看見他的 大家一路看他其實必須要講 40歲了真的對運動員來說 特別是這種需要這種爆發力機動力的 已經真的是到極限了 對 他能夠打到16強 你說他也才16強 拜託40歲你得打到全世界 全16 全世界有多少億人口 開什麼玩笑 40歲還可以打到全16強 太厲害了好不好 提了包包進場 一個人自己整理 一個人自己放下來 喊暫停的時候也沒有教練 就自己一個人坐在這邊思考戰術 他就是完全一個人 從進去到離開 就是自己一個人默默的 難怪網友說一個人的武林 對 大家就說孤獨的舞者 一個人的武林 就用這個來比喻他 真的 他在場比賽場碰到的另外一個台灣人 居然是謝長廷 在看台上特別跑過去跟他講 謝長廷 就是兩個人變 終於變兩個人了 真的是 我們真的是 有點虧待他 但是我要強調 其實沒有教練 也是裝置員他自己要求 因為他認為真正的教練 就只有他媽媽而已 所以他的心中 是被他留一個余地在那邊 但是我要強調 大家多數人 平常都沒有在關切桌球運動 但是實際上他在很年輕的時候 就開始投入了 其謀教練是媽媽 然後他長時間代表國家 的確也有贏得非常多的大獎 所以有累積了一些資金 他也全部投入桌球運動之外 甚至還投入這個所謂流浪狗的 相關照護的工作 他在打完16強 被淘汰的那場比賽之後 他就發了一篇這個 這個臉書的文章 就說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一起來 這個支持照顧浪浪 就是流浪狗 這一篇文章 非常多的人按讚 這邊寫55萬人 剛剛我去看一下 已經62萬人了 這個大家對於他是非常的 這個包括對國家的付出 沒錯 付出之餘還對流浪狗 有這樣子的愛心 其實很感動 我必須要講提一個東西 這個是莊智淵他開的乒乓球館 在高雄的柴山下面 你光是看我們沒有給各位圖 我們就給各位一個感覺 就是智淵乒乓球館 很多人就過去給他按五顆星講 給他支持鼓勵 好 但是你如果看到他的這個 智淵乒乓球館 你會嚇一跳 為什麼 第一 這個智淵乒乓球館 是他蓋出來的 他有多大呢 看起來就跟一個 一般的國中的體育館 一樣大間 他五層樓高 裡面完全是這個 符合這個現代運技 競技運動比賽的標準 所以他把他所有賺到的 這些職業的獎金大賽的獎金 再借錢再去投入 推廣這個桌球運動 這個從2008年 就一路做到現在 都是默默做 當然後來郭董有去支持他 就是每年再給他幾百萬 讓他能夠持續再帶頓 所以莊智淵他的付出是 細水長流行的 他就不是說什麼 我只是打得很久 打完我終於退休了 沒有 他其實很早就已經在從事 你要注意2008 就已經在從事基層的 這個教學的工作 一路累積到現在 所以我們可以反問一個問題 他的政治人物 你負責的部分到底是什麼 因為像我們前幾天也聽到了 台南市也發生說 這個就爭議說什麼 怎麼桌球管 被這樣拿去踢足球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像這類型的這種紛紛勞勞 其實對於地方運動的推動者來講 其實很大的挫折 我必須要強調 就是政治人物 不要只是留言 不要只是留言 乾脆就直接把錢拿出來 比較直接 包括是組什麼四的代表隊 四的桌球隊 或是以什麼樣其他方式去支持小球員 我覺得都比較直接 那在這邊我還要再去提另外一點 就是我們這個之前 這個我們也有銀牌 射箭的這個團隊 男團的銀牌 那這個銀牌 當然大家是對他們比較陌生 打敗中國隊的射箭男團 對當然是他碰到那個世界超強的韓國 那個沒辦法 從射都10分 等一下我們會講 他們怎麼辦到每個都10分 但是講到這個男團 其實我們真的 平常大家不太關切射箭學手 其實他們非常努力 我們的水準在 我要強調資源不足的狀況下 我們資源一樣是很差 在資源不足的狀況下 能夠達到世界第二的水準 其實更值得大家注意 不過這一次非常讓這個網友驚訝一點 是我們的射箭頭台 有一位年輕的選手鄧宇辰 因為人家這個拿到銀牌嘛 就馬上去找他的IG 一找他的IG發現不得了 然後在IG上面 除了射箭之外 全部都是ACG動漫的公仔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日本的Fate系列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的 這個系列裡面的這些公仔 這些主角公仔 也就是所謂財男 這個系列裡面有個角色Archer 就是射箭的 人家是說到底是迷上射箭之後 再迷上這個系列 還是說反過來 你讓這個系列之後 跑去射箭 我們的鄧選手 之所以能夠擊退所有阿仔 不只是他的驚人的收場 更重要的是他這一台摩托車 這台摩托車 遠觀你看不出他厲害在哪裡 近看的 他就是一台我們動漫圈所說的痛車 上面貼滿了動漫人物的裝飾 而且品質水準之高 當然他不是今天才游泳 他一定游泳這台車三年 所以是非常專業的 這個動漫愛好者 能夠在從事高階運動訓練之一 仍然保持這種興趣 其實也讓大家很佩服嘛 就像這一次 有一個女的自由車選手拿到金牌 數學博士大家很佩服啊 能夠讀到數學博士一樣拿金牌 但是我們這個呢 只是一般的阿仔 可是一樣射箭可以射到世界第二 一個僅次於韓國 我覺得這個在某程度上 也可以抵禮很多電視機網路前的 這些宅宅朋友 當然我必須要講 射箭隊這次碰到的大魔王南韓 真的是相對比較誇張 那他們最大的特色就在於 國家親全力投入 那你會說為什麼南韓會親全力投入呢 其實南韓在古代開始 就是以射箭文明的民主 就是因為他們是東儀體系的 東儀的那個儀啊 儀敵這個儀字啊 其實就是射箭的那個工字 某種程度變變形而來 所以原則上來說 他們會覺得這個是我們的傳統 我們一定要大力的發展 他們做到什麼程度呢 他們直接在他們的訓練場去造 東京奧運的比賽場地 去蓋出一模一樣的場地 甚至連現場的標誌 各式各樣的這個大螢幕LED 聲音甚至背後播的那個語音 都給他播日文 他就是要讓選手完全模擬那個實境 投入大筆的資金更突顯什麼 我們台灣人的困窘什麼都沒有 我們走訓台很爛 但是在拉回來 藍藍他的穩定度很高 這是很多人看了這個射箭的比賽 才發現哇塞 為什麼韓國人好像沒射到十分 反而奇怪 對啊 隨便射都是十分 好像那個拍電影那個 用電影射進去都在撒心耶 對 那個這個當然啦 這完全是經過激烈的這個訓練過程 誇張 首先是他們從兩千多場的比賽裡面 去塞出國際代表隊的成員 那當然今天代表隊之後 他們有很多嚴酷的訓練方式 除了剛剛完全模擬你真的這一套訓練 還有就是會讓你在極度嘈雜的環境 比如說棒球場嘛 有氣敵喇叭 有啦啦隊啊 打鼓咚咚咚 那種環境裡面讓他練習射箭 他一樣射個十分 不然就是在極度心神不寧的狀況下 比如說 帶你到晚上的墳墓裡面去射箭 或者是有一種蛇 把他藏在你的手上 讓你練習射箭 反正就是你想到多麼無聊的花招 他們都會想出來 然後伸在選手身上 那選手經過這麼多大風大浪 等到他到了奧運的時候 他還會怕什麼嗎 其實已經心無誇 聽說他還會故意逗你笑 你還得忍住笑射箭 什麼招都有 突然的嚇你 從後面跑來嚇你 那你都可以完全練到 你會說那我就是會害怕 怎麼你抱歉 你就被淘汰 你會怕你就被淘汰 因為他們選擇 都是兩千多場比賽出來的 如果問一下這個廷輝老師 當然講到這一次的這個東奧 為什麼台灣人特別有感 當然這一次呢整個這個反中挺台的 這樣的一個國際氛圍 也在這次東奧裡面展露無遺 特別是為什麼這一次我們都關注到 中國對在很多的這個場域 他都失常了 那或者是說表現得不好 因為當你全場的氛圍都在仇中的時候 你那個情緒會好嗎 而且你看以前這個中國在這個現場 碰到台灣怎麼問 張牙五爪 嚇張得不得了 這一次靜悄悄 你怎麼觀察這個現象 中國在最近這幾年呢 他不斷的在做所謂的戰狼外交 這件戰狼外交 讓很多國家都感到非常的感冒 所以為什麼說那麼多的媒體 你看到印度也好 法國還有很多國家都跳出來說 這個台灣事實上怎麼 怎麼有一個像中華台北的這個國家 沒有嘛 事實上就是台灣就台灣嘛 所以這件事情的話 讓當然我們的選手也非常非常的爭氣 在國際社會上 不斷的拿到一些獎牌之後 讓大家看到台灣 讓大家了解到真的還是有這個國家 但我要講的另外一個概念 就是說除了中國大陸 他做了這個戰狼外交之外 你有沒有仔細去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中國大陸在出席這個東奧 這個這些場合上的運動員 嘴上好像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太多的笑容 你看到他們都是從過去的苦練實練 然後不斷的長大 因為之前其實這個國際媒體 有做了一些報導 他們中國的這個比如說體操員好了 六歲七歲就要送到這個國家訓練中心去了 然後完全都不能跟家人見面 在這種情況之下 不斷的被訓練 然後呢餐飲啊薪水啊 都由國家來提供 但唯一一個目的就是未來奪金嘛 但問題是說他有同儕團體啊 他有教練啊 那這時候呢 就會造成怎麼一個人性方面的一個 失和的一個情況 那為什麼這麼講呢 就是說比如說 你今天有那麼多同儕團體 然後你要求上位 你會不會比如說想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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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